张艺,十年35岁,长沙人 与朋友合作,加盟了一家培训机构 教授中小学生的才艺 收入还算是丰厚 张艺谈过几次恋爱 都因为各种原因没能走到一起 面对父母的多次催婚 张艺有些恼火 业余时间是宁可刷手机 也不愿意与父母多说几句话 张艺之前加入过一个旅游微信群 群里的人来自天南海北 大家聊聊时事新闻,旅游信息什么的 张艺的发言有时候就很偏激 但是也让他比较引人注目 有些人对他这个独特的看法就很欣赏 2021年的10月的一天 群里有个叫安安的网友 请求添加张艺为好友 并且笑称是他的崇拜者 张艺通过了之后 看了看对方的朋友圈 居然是一个漂亮的女孩 在看他晒的日常生活还很富有 这安安热情大方 经常就是找他聊天 徐寒问满 张艺很快就品出来了 这个女孩喜欢他 但是他也隐约的有点担心 以他的条件能看得上自己吗 不会是另有企图吧 虽然有戒心 张艺还是对安安是越来越喜欢 两个人很快就成为了网恋的情人 安安告诉张艺说 他今年27岁 大学毕业以后 在西安一家公司做职员 同时还做着一份兼职 所以他的好生活是自己奋斗而来的 人呢却很辛苦 张艺对安安很敬佩 这是一个能干而且敢于大胆追爱的女孩 有一次 两个人聊得正嗨 安安就主动打来了视频电话 这视频里的安安比照片里还要漂亮 声音也是温柔甜美 张艺更是激动不已 一个月之后 张艺看到安安在朋友圈里发了照片 漂亮的生日蛋糕配上了几份精致的礼物 还留言感谢朋友为他庆生 张艺就恼怒 自己大意 都没问过他的生日 错过了送生日礼物的机会 他只好善善地口头祝福 可是他没想到 安安居然心情大好的要了他的地址 说有一份神秘的礼物要送给他 张艺是即惊讶又感动 他过生日 却给自己送礼物 这可真是难得一遇的好女孩啊 礼物到了 张艺打开了一看 是某名牌的皮带 标签上的价格令人触目惊心 激动之余 张艺认为自己必须得做点什么 还有自己曾对他怀有戒心 就更加地过意不去了 于是他就真诚地问安安喜欢什么 自己想补他一份生日礼物 安安先是推辞了一番 但是耐不住张艺的坚持 就发来了一条链接 说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包包 他有些心动 张艺点开了链接 这个名牌的包包价格不菲 但是想到安安对自己出手大方 他一个男人当然不能小气 就二话没说 当下就点击购买 2022年元月 有天晚上 张艺想和安安视频 可是安安说他正在准备明天的直播 很忙 张艺这时候才知道 原来安安的兼职就是网络主播 而且最近他辞职 把主播转成了正业 压力有些大 必须得全力以赴 这女友不肯视频 说自己还没有化妆 张艺觉得自己又不是粉丝 于是就借机表白 说作为男友 我不介意你素颜的样子 安安就笑了说 我介意 明天中午我跟你视频 让你看个够 行吗 张艺听到这话 又高兴了起来 果然 第二天中午 安安打来了视频 聊了一会儿她的新工作 晚上 张艺按照安安给的网址 进了那家直播平台 镜头前的安安漂亮优雅 口才极佳 不停地有粉丝打赏 还有两个男人 为了安安进行了一场PK 随即就展开了一场打赏大赛 张艺看得是热血沸腾 他这个正牌男友更要当仁不让 于是他也加入了打赏的队伍 这出手阔绰得到了一片的赞誉 而安安接连几天和张艺视频之后 告诉张艺说他接下来要忙了 以后还是尽量在微信上聊天吧 要看他就在直播上看 张艺是连连答应 也更加的体谅他 张艺不知道的是 与他情投意合的根本就不是主播安安 而是公司的聊手李成 这个李成十年28岁 某三本院校毕业 工作一直不理想 几个月前 他来这家公司应聘直播运营 想不到出奇的顺利 第二天公司就通知他上班了 公司先是对新员工进行了培训 与他一起进来的 有十几个人 公司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 每个小组配一个女主播 一个组长 李成先接受了话术学习 如何与陌生男人搭讪 让对方动情成为网络恋人 再一个话术训练就是 如何与已经成为主播男粉的人聊天 推动他们在平台打赏 之后 李成根据培训内容 用女主播提供的资料 注册了微信号 发了朋友圈 恰到好处的 展示了一个漂亮女孩优越的物质生活 这在行业叫做养耗 养耗到一定程度之后 就像李成这帮人就以各种方式进入微信 默默等聊天工具 以女人的身份加大量的好友 然后利用所学的话术实战发展成为恋人 等需要视频对话的时候 就提前和女主播说好 交代清楚和男方都聊过什么 这次对话主播要说哪些话 从没有穿过帮 在之后 他们就开始第一步筛选 也是第一次诈骗 就是假装生日 发朋友圈 生日这天给男友送礼物 会让很多男友既意外又感动 尤其看到礼物又那么昂贵 但是其实这些礼物只是验品 实际的价格只有几十元 而李成给男友们发去的链接 却是特殊的链接 虽然显示购买方式与其他网站相同 但是实际上只收钱并不真正发货 这些钱就都成了公司的收入 而对上钩的人 李成则会告诉他 自己的兼职是主播 当然兼职也是提前做好伏笔的 之后 再把这帮男友们引到直播平台上 开始为其打赏 这个李成同时聊了很多人 张义是最深情 消费能力最强的一个 于是他除了按公司规定的聊之外 还打起了另外的主意 一连几天 张义给安安发信息 他总是回得不及时 或者只有只言片语 这让张义很烦躁 后来安安无奈地告诉他 说主播的微信是守公司监控的 公司不让主播过多的与粉丝接触 理由是 怕粉丝把钱直接越过平台给主播 张义觉得不可思议 两个人便转一道新的好上聊天 不久 安安就开始抱怨工作辛苦 竞争激烈 甚至后悔做专职 张义为了让他受到公司的器重 权力的支持 他频繁地重金打赏 同时还私下给他帮助和安慰 比如当听到安安的母亲住院之后 直接给他微信转账两万块钱 还经常给他买些礼物 可安安更加的不快乐 说他想辞去主播的工作 来长沙找他 永远也不分离 张义听了之后非常的高兴 可他不知道的是 与他一同PK的四个人当中 有三个是公司的人 只有他是外人 张义的打赏可是真金白银 而其他那三个人却是利用平台的特殊软件 只要随便输入数字就可以 根本就不必要动用真的钱 就这样的PK 张义当然是力不从心 他不断地打赏 可是那三个人也是跟得特别紧 他们的交锋引发了围观者的惊呼 直播间里是沸腾一片 很快张义就发现 再PK下去 他掏的可就不止是二十万了 于是在打赏超过十万的时候 他直步了 这样他只赢了两次 没有完成三次的任务 这个让张义很沮丧 更让他沮丧的是 安安从此对他冷落了下来 张义这个心中委屈 可是为了讨好安安欢心 又多次给他私人打钱 让他买自己喜欢的东西 同时他几次提出见面的要求 可是安安又推诿 张义担心他爱上了别人 更想早点见到他 于是张义就想办法让在西安的大学同学 帮他寻找安安 几经周折 终于找到了安安的公司地址 于是张义飞到西安 在公司写字楼下蹲守 2022年3月10号 张义终于看到了思念的安安 激动地冲上去拉住了他的手 可是安安却是表情慌张 一把就挣脱了他 张义是又惊讶又生气 连声说是我 是我 可是安安转头就往写字楼里走 张义很愤怒 说你花了我那么多钱 却不认我 安安却说 他个人从没有收过他的钱 有事让他去找公司 之后就慌忙地加快了脚步 跑了起来 张义立刻就感觉事情不妙 难道他是骗子 在骗自己 两个人就不断地撕扯 保安健壮就报了警 随着警方的介入 一起新型的诈骗案浮出水面 张义这才知道 一直和他聊天 与谈谈爱的不是主播安安 而是公司的聊手里程 而在警察找到其他受害人 调查的时候 他们也才知道自己被骗了 目前该公司的法人 涉案的工作人员悉数被捕 本期节目完毕 请大家关注订阅 下期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